Hello So can you all hear me? 你们都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够听见的话打一个1 能够听见我说话打一个1 我确认一下 好的,非常不错 都能听见我说话 非常开心今天能够 在我的这个课堂里面与大家相见 My name is Paul 我的名字叫Paul 大家如果上过我上次那节课的同学的话 应该知道我的 这节课我们的有些是老的学生 有些新的学生 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见到大家 非常开心 好,OK So 关于上节课的那个内容的话 有些同学可能不在 但这节课我们会上一些 跟上节课有一定联系的内容 但是呢 如果你上一课不在的话 没关系 我们这节课的内容的话 还是会对你有一些帮助的 所以不要灰心 这样子的 OK So first of all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首先讲的话 你们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 没有 可以问我的 我们把一些问题解决以后的话 我们可以开始我们新的课程 有没有一些关于那个机场英文 或是关于旅游英文的 比较你们不太懂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一起讨论 这样子的 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先打开 OK 可以在你们的那个留言板里面 打进去 不然的话我就开始上课了 OK 行 如果大家没有问题 那我就开始上课了 我就准备用那个我的PPT 向大家显示课程了 这样子的 All right OK 行 OK So We study airport signs and symbols 这一课的话 我们会学习 机场的一些符号和标识 而且这些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些机场的符号和标识 同学们的话 如果去国外旅游 留学或探亲 包括你不去国外 在那个 我们一些国际机场 比如上海的 或是成都这边的国际机场 你们也会看到一些类似的标识 我们会去读 会去学 这一课我们的任务就是 教会里面如何去学 如何去读 这样子的一些标识 是非常实用的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OK 首先我们看一下 我们第一张图 我们看到第一张图有那个Airport 对不对 我们讲过Airport代表飞机 下面的符号和标识代表什么意思 因为同学会读 你们在看的时候 希望你能跟我一起读一下 比如说符号的英文 Science 符号的英文 Science 标识的英文 Symbles 标识的英文 Symbles 这地方用的是复数 我读一下他们的单数 Science 符号 Science 标识 Symble 标识 Symble Symble的话 它更多是强调一种 象征 Science的话 更多是强调一种 我们的 比如说类似于数学 那些比较复杂的符号 这样子的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节课 学习的内容 就是关于我们机场的 最实用的符号和标识的 OK I only teach the most useful 我只教那个最实用的 给大家 这个我今天教的内容的话 是我自己准备的 没有去参照其他的一些教材 是我也经历过的一些 英文的场景 和包括经历过的一些 英文的一些单词 所以我希望对大家 有非常大的帮助 以最简单或非常简单 但绝不粗暴的方法 来教会你们 OK 你看到没有 我后面写的英文 In a very simple but never a brutal way 这里方那个brutal 代表是粗暴的 我不会强行的 让你们去反复的去朗诵 这些单词 我们在一种很轻松的 包括很和谐的 学习氛围当中 包括练习氛围当中的话 希望大家能够 学好这些单词和表达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去学好 我们的这节课呢 包括接下来 我们的PPT的话 大家应该有那个印象 我们之前的那堂课 有讲到 我们为什么要学这堂课 对不对 为了能帮助你在国外机场 很好地理解英文 并且用英文交流 to help you understand English and communicate in English well in the airport abroad 这个地方的话 是我们第一点 是不是 abroad 我讲过 是在国外的意思 对吧 这是第一点 我需要你们能够知道 学我们这堂课的目的 从第二点来讲的话 to be specific you have to learn how to read signs words phrases and sentences and the airport you need to speak English when it is necessary OK 这个第二点的话 大家也知道 在我们有必要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看懂机场的标识 单词 短语和句子 这节课我们的主要的目的 就是看标识 第三点 in this way your life abroad can be easier and more convenient 这地方convenient 代表是便利的 便利的意思 或是很方便 很方便 就叫做convenient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我们学这堂课的目的 对吧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我们的对话框里面 打出来 或者是有什么建议的 都希望你们能够写出来 我们这样子好互动 我们看下边的 to help you understand English and communicate in English well in the airport abroad 看到下面没有 下面有之前 我讲过一些单词 我们来复习一下 对吧 help 帮助 理解 understand 交流 communicate 我就不像像上节课那样子 反复给大家读了 我就读一遍就行了 机场 Airport 在国外 abroad abroad 这单词abroad 你看它写法没有 它是那个oar 中间是不是oar 今天我们会学到一个单词 代表木板板子或登机 是board b-o-a-r-d 这个单词是没有 那个r的 abroad abroad 这样子的 OK 好 我们看下面的 就刚才我们讲过的 具体的 对不对 是你需要怎么去学 对吧 要学的内容是什么 这是我们学的第二点 就是我们看下面一些单词 比如说具体的 specific 之前讲过 不要忘了 同学们 不要读错发音了 specific 一定要准确地发出来 OK specific 包括下面的 不得不 怎么读 have to have to have to OK 学习 learn learn 读 read read 标识 sign sign 单词 word word 端语 phrase phrase 句子 sentence sentence 需要 need need 当什么时候 when when 必要的 necessary necessary 如果同学还记得这些单词的话 希望记刚才我读的时候 我们回顾一下 温习一下 这样子的 有些单词 一定要注意 比如说那个具体的 英文叫做specific 这单词的发音 有点特别 容易发成 比如说specific 或是special 类似的单词 OK 我们看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第三点 对吧 第三点是比较简单 一个句子 in this way your life abroad can be easier and more convenient 对不对 这个地方我讲过 way 代表是方法 道路 life life 代表是生活 生命 easier 更容易的 更容易的 more 更加的意思 更加的方便的 convenient more convenient 这样子来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下边的一张图片 Have you ever seen something like this at an airport 你曾经在机场见过这样的一个告示吗 我们看一下 有的话大家打个1可不可以 让我们知道你们在听课 OK 有没有这样类似的那些 那个sign有没有 同学们 有对吧 OK so how much can you understand 那你们能够弄懂多少呢 同学 OK 有没有同学能够翻译一下 上面的蓝色的大的那个字 代表啥意思 比如说第一个check-in 第二个boarding gates 第三个customs 有哪个同学知道的 比如说check-in 是我们上几课讲过的 对吧 如果有听我们上几课同学的话 应该是知道的 那个check-in 什么意思 有同学知道吗 打出来 或者你知道哪个都可以打出来 这样子的 好吧 我好晓得你们有那个 有些有现在目前的情况是什么 好吧 登机 check-in 登机 您是指check-in 对吧 OK 下边的那个boarding gate 登机手续 有同学写的是 OK OK 我们看一下 好吧 OK 我们看一下怎么去学习这些 首先来讲 我们看一下 当我们来理解所有的这些内容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 我们学习同时一定要去理解它 在不同文化场景 场景下面它所表达的不同的意思 这样子的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去理解 OK Do you want to learn them? OK Do you want to learn them? 你有打算学习刚才讲的这些单词吗 或是一些我们的标识吗 我们看一下 Let's see 好 叫Second OK 这边的话 我再把这个给打开 我用那个 我这边的话 把那个全部 环灯片都打开 我这边好看清楚一点 好 我们接下来的话 我们看一下 下边的 我们开始的话 我们会 刚才我们的有幅图画 讲了一些 我们的一些标识 对吧 现在的话 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一些标识 同学们能看到吗 对吧 如果不能看到 告诉我 一定要看到这个标识 一定要看到这个标识 OK 首先我们看一下下面的标识 我们来一起读一下 好吧 我帮助大家一起读 OK 第一个标识 不知道大家熟不熟 我们读一下 好吧 一起 arrival arrival 代表是航班的抵达 航班的抵达 OK 我们再读一下 arrival arrival OK Next one departure depar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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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读的那个单符 是为启读的 这样子的 OK 单数的话叫departure 复数化读作 departures departure 代表是离开 arrival 代表是抵达 这样子的 在机场的话 我们经常会看到 这样子的标识 对吧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 有印象的 包括第三个单词 信息 信息或咨询 我们在机场的话 要去一些 information desk 一些咨询台 我们有问题的话 去information desk 我们读一下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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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的话是货币兑换场所或中心的意思 我们也启读一下 money exchan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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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短语我叫做 因为它是两个单词 非常的重要 exchange或是读作exchange 都正确 exchange或exchange 代表就是货币兑换的意思 比如说你到了国外的一个机场 你需要把你的手上的人民币 突然成当地的货币 对不对 同学们 OK 这个一定要会认 OK 下面一个check in 代表是登机手续办理 登机手续办理 就是我们的check in check in 我再读一下 check in check in OK 刚才有同学问 能多显示些单词吗 你看现在的单词够多了吧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OK 现在词量够大了 那个arrival 它是由动词arrive变拐的 OK 那个departure 它是由动词depart变拐的 OK 我把那个它的动词给你们发过来 大家有一个记录 刚才的这个讲稿的话 不知道大家消化的如何 大家再看一下 不知道大家消化怎么样 看好的话 我们看下面的 OK 下面的话 我们再看 下面的一个标识 一些标识 我会发现 这些标识的话 我们在也是看到过的 应该对吧 也应该看到过的 比如说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标识 lost and found 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符号 看到没有 我鼠标点这个地方 我鼠标就那个 我们的右边 lost and found lost and 我们那个符号就是 英文叫做m percent OK 它就代表and 和的意思 m percent 代表and和的意思 lost and found 或者在英国叫做lost property 在加拿大叫做lost articles 它就是失误招领处的意思 失误招领处 英文就叫做lost found 或者是lost property 或者是lost articles OK property它代表的是 你的财产 或者是你的地产之类的 articles 代表是你的所有物 这样子的 OK lost 代表是丢失的 lost and found 就是丢失 然后就找回来 所以说叫 失误招领的意思 OK 所以我们的东西掉了的话 知道 lost and found OK OK Next one customs control customs control 这地方的话 我们有个单词 要customs 我们的带领处 带预伟 所以 我们修处 讨历处